2020年台中市爆發 盛唐中醫九福 中醫將含有禁藥朱砂 切丹的藥品開給病患 造成250人中毒 其中包括台中市議員 張彥彤一家四口 也都深受其害 經過兩年審理判決出爐 呂志玲原名是呂世民 他一共犯了1063罪的 供應調劑禁藥罪 病因執行又舉行 7年6月 其中正常中醫負責人 呂志玲原名呂世民 因為指示員工使用珠砂入藥 被依供應調劑和販賣禁藥 過失傷害等罪 判處7年6個月徒刑 九福中醫負責人洪彰宏 也因為使用珠砂 製成珍珠無寶粉 以一兩6千元的高價 賣給病患服用 被判刑7年2個月 製造含有禁藥的珠砂 還有鉛丹等 這種珍珠無寶散 造成這個民眾 受有身體的相關的損害 因此予於這個量刑阻傷 另外藥商歐國良除了提供禁藥 竟然還把簽單 誤認為珠砂提供給診所 因此也被判刑6年 對於判決結果受害人質疑的 公事議員張彥彤直言實在太親了 事發後自己跟家人 不但要定期治療 更有其他受害者因為牽中毒 合併多重器官傷害 甚至沒辦法工作 都是傾向於說 他就是要一次賠償 可是一次賠償 都是那種5萬塊要跟人家和解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 一輩子的事情 你就5萬塊要和解 所以他所謂一直說他有誠意 我覺得他的誠意 跟大家認知相差很遠 張彥彤說案件受害人超過200多人 幾乎是永久性傷害 但三位當事人 明明都是醫療專業人員 竟然還販售禁用藥物 讓患者服用 三個人卻只判刑6年到7年半不等 根本不成比例 而全案還可以再上訴 TV新聞賴崇龍 台中採報報導